妈咪 地球的夏天好热 也还好吧 不是很热啊 你当然不热了 你身上又没有龙毛 不行 妈咪 妈咪 下雪了 好神奇 不行 快停下来 只要不行 会乱烫的 可是很热啊 好吧 我找妈妈带我们去个凉快的地方 妈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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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 怎么了妈妈 在泳池边不可以跑 泳池边有很多水 很滑的 如果死 很容易滑倒 哦 知道了 等等 你都没热身呢 不可以直接下水 热身 是啊 下水之前要让身体活动一下 不然直接下水的话 很容易抽筋的 等等 你这一身汗不可以下水 出汗时体温比较高 如果直接下水 被冷水刺激 心肝会受不了的 而且下水前还要让身体 先逐渐适应水温 这样才安全 好吧 那我再等一会儿 妈咪 啊 好 好饱 妈妈 我现在可以下水了吗 不可以 又为什么 刚吃饱饭就下水 会肚子痛 对身体很不好 所以也要静止 好吧 那我再等一会儿 妈咪 终于下水了 来 回来 妈妈 又怎么了 在泳池里不可以那么乱扑腾 你这么乱扑腾会伤到别人的 也不可以在泳池里嬉闹 这样很容易溺水 哦 我知道了 那我可以去游泳了吗 等我说完 你也别游太久 时间长了会没有力气 而且游得太久 会让体温下降很危险的 最好游一会儿就上岸休息一下 这样才健康安全 而且泳池里有很多细菌 游完要记得洗澡 好了 说完了 你去游吧 各位游客 您好 我们今天的营业时间已经结束 请明天再来 妈 妈妈 爸爸妈妈 你们去哪儿 我们去游泳 游泳 那你们可要小心了 小心什么 首先 游泳前要先热身 适应水温 而且钢池宝是不能下水的 在泳池边不能奔跑 不能在泳池里嬉闹 还要记得不能游太久 这个太重要了 我要记下来 妈妈快一点 我要热晕了 爸爸 我先凉快凉快 看了今天的动画片 你能说出 怎么游泳才是安全的吗